前方这辆行驶中的深色轿车 车牌上的号码居然少了好几个 让后方直级的民众忍不住多看两眼 不排除前方车主就在车牌上 喷了反光涂料 才会让号码隐形 目击民众回家上网一查 还真的有叶子在贩售隐形车牌喷剂 甚至号称是罚单克星 将这种反光涂料喷在车牌上 在光线和角度的变化下 就会导致车号不见 不少车主甚至会在车牌的边框动手脚 意图来规避违规查器 对此小学警方表示 这样的行为已经明显违法 依法最高可开罚4800元 如果民众有发现也可以拍照检举 相关单位会依法要求车主来重新检验车牌 民众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才不会最后因小失大让荷包大失血